原理實驗室 胡哥來測試 如果你有頭暈 失眠 心悸 胸悶 腸胃不適或肌肉痠痛 檢查了半天又找不出原因的話 也許是你的自律神經失調 我們要趕快到心理醫科 去找答案 心理醫師 妳好 什麼叫做生理回饋儀 生理回饋儀就是我們用來測量 我們生理的一些反應 然後我們用來偵測 我們身體的壓力的指標 是不是有過高的這個現象 如果指標上面有呈現 比較高的現象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做訓練 然後就可以幫助你的 這個症狀可以緩和 壓力跟我們的行為 跟我們的生理或心理 有任何的關聯性嗎 有非常大的關係 我們有壓力的時候 有看到危險的時候 會刺激我們的情緒中樞 你可以看到 它第一條的刺激反應 是從情緒中樞 刺激這個性能核 然後直接反應 沒有經過我們的思考 就直接刺激我們的 自律神經系統 因為我們要戰鬥 或者是逃跑 要生存 所以這個自律神經系統 也管控我們全身的內臟系統 譬如說我的壓力很大 會導致我失眠 或者是頭暈 肩膀痛 都可以利用這個儀器 幫我檢測出來 對 我們可以測一下 你們這些指標是不是太 就是這個反應是不是 相對的是比較高 把這些反應 緩和下來的時候 我們的大腦才會感覺到 我們是平靜 放鬆 睡眠機制才會啟動 所以真的有可以測得出來 我們可以測測看 我現在可以來測量嗎 我們待會兒來試試看 好 好 好 所以我們這個是儀器 是專門在心理方面 譬如說壓力造成的一些 生理不適症 對不對 好 整個測量的時間大概多長 整個測量的時間就15分鐘 分成幾個部分呢 分成就是靜坐期 然後一個模擬壓力 然後一個恢復 跟放鬆能力的檢查 這個階段是我們測這個 肌捲期的 就是說個案它一般 平常說在靜坐的時候 它的這些智慧前進的指標 是不是有太高的反應 我們就做一個這個靜坐的 期的一個測量跟評估 一支原子比8元 買7支供要多少錢 56元 一本故事書共有550頁 小明讀了98頁 請問小明還有多少頁沒有讀完 660 雙襪子你用得賣80元 打折比原來便宜20% 你用多少錢就可以買到這雙襪子 太複雜了 二手衣的價錢是新衣服的 4分之3倍 你小姐買了一件二手衣 花了600元 如果衣服是卸卸 你已經完全要立即檢查 有些好難要在3秒鐘之內 完成紮減成出來不簡單 是啊 這樣才有壓力 哥 您的這個 這個滿多指標看起來 都滿健康的 所以健康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你有一些質 其實沒有很明顯的就是說 譬如說指紋太低 或者是說肌肉反應 明顯都一直維持 就是在高的緊繃的狀態 然後其他指標就是說 恢復放鬆的也還不錯 看起來整個這個壓力反應是 就是一般的一個反應 不過就是說 你的這個呼吸頻率其實滿高的 所以其實應該 就是說你的指標 雖然沒有反應壓力狀態 可是你的呼吸很高 應該還是可以反映出 你平常工作的壓力環境 環境應該是滿高壓的 好 謝謝醫師 上班族的您 如果你的壓力太大 不妨來做這樣的 生理回饋的儀的檢測 或者是跟我一樣 運動流汗 適時減壓 下班就不要再想工作傷心 適時再讓壓力放鬆 好 人體實驗室 生理回饋儀 測意完成